嘿唷 聊四季 天天都不信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4B4 黑森林團戰 OK 那先來介紹一下 黃色選擇的文明是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在團戰的表現 其實並不是那麼的亮眼 因為後期沒有重型投石機 森嶼的話是還不錯的 森嶼的科技有全開 但是他沒有重頭也沒有火炮 在後期打陣地戰的時候會稍微弱勢了一些 那亞美尼亞的現代經濟來說還算是不錯的 所以還是可以期待一下亞美尼亞在團戰的表現 那我們來看一下法蘭克這邊 開打起來 我看以後黑森林我們就不要講解好了 這看起來沒時間講解 黑森林前期都是非常煩惱的 把殘險村民往回拉 然後收掉殘險村民 那一家亞美尼亞的肉馬也是到了前線幫忙 兩邊都是走一個前面先開扁的路線 那為什麼大家一開始都要拉村民 而不是拉全部村民 因為你拉全部村民出來的話你會斷村 所以你只能陸陸續續拉村民出來 不斷村才是重點 好這邊亞美尼亞 肉馬過來看一下 從你護打 對方高敏的肉馬已經剩下6滴血 好那前期只要能圍著前面一點 就可以拿到一些優勢 那這邊可以看到高敏這邊的地形不太好 黃金在人家的正門口 這就是世紀立國地圖的一個平衡問題 常常會有這種奇怪的資源點在對方家裡 好亞美尼亞肉馬回來 好那對手這邊已經放棄前壓了 這邊可能就直接拉一條 就解除這邊的開戰 好那左邊這邊也是兩邊互打 那條頓這邊是有先 好回了一條過來 好讓自己的肉馬回家 好收拾掉了對方肉馬之後 赤火回家 可能是要趕入了 好這邊要直接補一個木牆了 沒有辦法敲下去 好結果硬生生蓋了一個木牆出來 想要阻止對手繼續往後蓋 這個有點麻煩喔 這頭野豬卡在這個位置 所以牠木牆剛剛敲不下去 木門才對阿 好紅色這一招 穿透木門之術 蠻有趣的 好但這邊有刺猴可以幫打 所以這個木門應該還是會被解掉 好那左邊已經圍死了 紅色暫時讓阿兩村過來解 而且牠是中國 中國一開始村民比較多 所以牠在黑色裡前期的優勢算是蠻大的 可以早早點下直不及數 跟對方打個外加PK 但結果沒有先打出PK的優勢來的感覺 牠還是先行去吃豬肉 那這個村民...欸 結果打破進來 趕快圍 有點危險應該會破洞喔 好左邊果然破洞了 但是敲來不及敲 完蛋了 怎麼辦被對方溜進來了 這邊是不是要拉村民過來打架 拉兩村過來打架一下 這兩村進去要先補個軍銀嗎 還是要先補木牆呢 這一村過來美洲豹在幫打 中國這邊村民有點尷尬 哎呀這個美洲豹這個雪豹 雪豹直接開抓村民 來勸架 想要把自己圍起來但沒有機會 中國這邊想要圍牧牆 但好像來不及 肉麻只剩3滴血 不能7億的上去開打 看起來 白蘭斯又拿到了一點優勢了 好這一村去追 然後下面拉兩村趕快過來 中國要趕快拉村民過來幫忙嗎 沒有喔還在旁邊看戲 因為這裡已經圍好了 蛤 蛋 中國這邊的村民可能要被抓掉了 後方這裡趕快圍起來 唉唷這個反應圍得很快阿 好這個美洲豹會咬紫色的村民喔 哇 這是美洲豹 哇是這個雪豹 唉唷這隻村民要被反擊成功了嗎 好趕快打雪豹的時候逃走如何 沒有打算逃 直接圍起來 唉唷又圍起來了 這什麽這什麽這什麽移動招式 喔雪豹超得咬死這隻村民阿 OK OK 最後還是圍起來了 唉結果這裡有個洞 唉唷 怎麽打破了一個洞進去 哇調整這裡尷尬了 他還走了一個捕魚路線 結果被蓋了一個碼頭 待會火戰船就要出來了 好那右邊暫時就沒事了 右邊是法蘭克外加 法蘭克外加打這個對方 是高面人 兩邊都是偏馬國的 好這裡有繼續捕魚 結果打打這邊是選擇了一個內加快攻 這也是圍好了 好這裡有拉豬喔 一次拉三頭再射一下 OK兩邊野豬互卡 好這邊再稍微拉一隻吃喔 去前面卡前面最前面這隻豬就可以了 OK繼續追繼續追 這樣野豬就可以一直往後追了 所以他把這個雪包給關起來 好讓拉三豬野豬回來就很多肉 一千零二十肉 實際可以獲得九百五十肉左右 是九百肉左右 還是蠻多的肉量 好那現在大家都升到了封建時代 隔著這邊是純農路線 雅米尼亞這邊是有先捕魚 據算一直捕到六燒 待會要去捕這個魚網 好這邊中國封建時代 還有三十秒 條頓直接把家裡圍成阿拉伯的圍法 這邊已經入侵進來了 雖然右邊有稍微圍起來 但左邊這裡已經完全失守 對方可以長驅直入 其實是可以直接圍這裡 但是這個戰劍要打贏了 戰劍打樹的話就沒轍了 那目前條頓升時代稍微慢了一些 到有這裡挖黃金 待會還是會出戰劍來防守 這個野豬有點醜 死在外面 欸結果這裡 開了一個洞進去 法蘭克人 難道開稿 鎖了一個射箭場 還有一個洞在這個位置 卡會用的 再趕快圍 後面趕快拉石牆 哇這一場兩邊都打一個超級快攻 中國把這隻村民放出來 開始去補了成人 想要讓條在這邊逃不了 後面這裡碼頭也在出戰船了 再燒船了 這些魚船沒地方跑 黑森林捕魚 只要被對方蓋碼頭 就會很麻煩啊 好法蘭克在這邊前期一個快攻 哇黑森林全家快攻餐是不是 沒有人想要跟你打開農的 黑森林打什麼快農 開農 直接開扁了還開農 現在只有目前的內家 但這個達達人轉了一個軍營 也沒有轉太多的兵喔 還是要趕快上一個城堡時代 OK先升到城堡時代 是哥德仁 這邊3TC開農下去了 直接捨棄外家 外家是高面人 也是選擇了工兵開 那正面趕快圍石牆 不能再讓對方繼續入侵進來了 後面村民要找個機會喔 去點掉 那如果哥德這邊能轉個騎士出來幫打 可能會好一點 騎士出來趕快把這兩隻村民抓掉 好這時候 法蘭克已經在後面 在搞這些東西 先點村民 能夠點掉嗎 裝甲步兵過來 法蘭克的三裝甲 轉工兵騷擾 好後面繼續追 再一刀收掉這隻工兵 這個碼頭暫時沒機會 村民 要收掉了嗎 剩下一點血量 從洛馬過來 扁 哎呀一刀砍死 OK 這時候丹尼爾 這個白色 怎麼會有白色 這應該是要灰色 白色有點亮喔 中國終於把自己的池塘給拿回來了 但右邊的池塘還是沒有守住 大家沒有辦法穩定開農 大家沒有辦法穩定開農 好現在有越來越多兵過來囉 要出個工兵跟裝甲 開始來燒好哥德這裡了 這邊外架喔 法蘭克人是希望出這些兵喔 讓內加也出一點兵喔 去反擊這些單位了 所以哥德這邊應該是沒上當 並沒有轉馬就跟軍營 畢竟出騎士的話 你要耗費300多的木頭 才可以轉出騎士來 那如果這300多木頭 直接去撒農田 讓3TC不斷存的話 經濟會非常的好 哥德目前來的想法 還是先開農 那待會看要不要挖點石頭 轉出哥德位隊友 反擊也是可以考慮的 好後面這裡 抓掉中國的村民了 好這邊讓內加的 印度斯坦 轉出了馬宮 跟槍兵 那這邊村民可以自由進出 蠻麻煩的 這個城門還不是自己人的 是敵人的 好那目前內加 達達是轉出了頭石車 跟馬隊友 這邊戰船已經開始開打了 哇現在四處都在著火啊 好亞美尼亞人 這邊升到城堡 時代也沒有開農 走一個職程 升頭戰術嗎 強化教堂 唉唷 轉出來不是生女 是戰鬥祭司 有趣喔這一把 這一把下面 橘色黃色綠色紅色 全部打一個快攻路線喔 都沒有人升到帝龍時代才開打 全部都是封建黑暗城堡 就直接開扁了 沒有在跟你玩對農的 那高明這邊能夠守得住嗎 這根劍塔可能是有點偏困難了 後面這邊裝甲步兵跟弓兵 把這邊村民打的血量有點慘 這裡趕快躲到房子裡面 後面這頭弓兵有點多喔 七隻了 再來要找機會把這個射箭場給圍起來 但正面已經突破進來了 投石車趕快反擊回去 去村民嗎 哎呀但前方有戰鬥祭司可以保護沖車 那邊村民驅趕走之後 再把戰鬥祭司放回沖車裡面 戰鬥祭司在這個時間點非常難纏 哇靠 黃金六十三十肉 打快攻確實蠻適合的 投石車 中文快要砸掉這根劍塔了 鎖一把 鎖掉 這個沖車趕快拉一隻村民過來修嗎 後面補了一根劍塔 好村民過來扁一下 戰鬥祭司 開打 那戰鬥祭司的優點喔 就是可以四棒超死一隻村民喔 好那目前看到 班蘭斯紫色 這裡是有點快被突破防線了嗎 好開始轉打阿拉伯概念 好 目前印度斯坦這裡也沒有補一個新的城門去防守 所以對方還是可以直接過來開扁 所以不能穩得非常安心 好 這邊這個自爆船跟火戰船 應該是 有機會出來 好回到這邊看一下喔 這邊這裡是稍微被打退了 亞美尼亞這邊的衝車跟投資車被擊退了回去 好這裡是補了新的石牆 讓暫時亞美尼亞人沒有辦法繼續進攻 好但亞美尼亞這邊直接鬼轉3TC 突然還是要回弄 哥德這時候快要出關了嗎 好哥德這邊是轉出了肉馬 想來幫忙打戰鬥祭司的樣子 看戰鬥祭司已經撤撤回去了 好而且有三千騎兵喔 好那紅色中國這邊轉出了生女 防一些騎士 但還好橋盾本身有抗招響 團隊加成可以讓隊伍有抗招響能力 好這裡毛兵出來 冒免終於解掉了這坨工兵的騷擾 走 好肉馬過來了 法蘭克的肉馬 接這一坨毛兵很快 盧炮過來 煩燒一下肉馬 好左邊暫時繼續給壓力 哇 這邊易度斯坦轉了非常多投資車 讓馬公不太敢過來 好橋盾現在被限制在這個小區域裡 3TC偷農起來 後面有石頭嗎 會有石頭 那就有機會可以從這裡開始反擊回去囉 突然失去了兩個幅喔 有點虧 好 最後這個射箭廠直接被圍了起來 好右邊的肉馬 還在追 好這邊聖女開招 好條盾投資車反打 這邊B陣B掉 左掉了投資車的傷害 往前瞬間點掉兩隻聖女 這台投資車可是 有點難 送掉了 好OK 好後面哥德爾繼續開農 5TC無情開農 好這邊投資車又要再被點掉 好 達達這裡馬公數量來到了10隻 下方也有戰線了 OK 亞美尼亞這邊是3TC 開農之後又轉出了衝車投資車 開始又要進發高免了 第二次的進攻能夠順利拿下嗎 高免騎士跟肉馬 開始來囉 這裡趕快收掉村民 沒有打掉幾隻 還有各位的這邊尷尬了 這裡剛剛都是按肉馬 遇到騎士有點無力招架的感覺 高免這邊直接拉力對村民修城鎮中心 城鎮中心現在應該是會被點掉 四台衝車打很快 後面戰鬥技師扁肉馬傷害也是很高 完蛋戰鬥技師前壓 好像打出了一點東西 高免直接暴斃 哥德來補蓋跟城堡 當然是守不住前方的防守了 好 左邊哥德轉出了 左邊的條盾轉出了騎士 喔 這邊一台換兩台投資車很賺啊 像投資大軍配上印度斯坦的駱駝 跟馬弓 想要反擊打打的打工回去 那打打剛剛有高打地的關係 殺害很高喔 打這個投資車可以瞬間解掉 現在這個情況要解掉就很困難了 現在沒有高地優勢 所以剛剛高地有點舒服 好 現在打打開始被反擊回去了 好 前方印度斯坦直接用駱駝開始反擊 旁邊有一些弩炮戰艦在幫忙輸出 好 投資車趕快換 可以換掉一台 好 看一下右邊 戰鬥技師直接衝到了哥德家 不是這根堡開始往後 還是要用衝車去頂掉這根城堡呢 哥德是已經轉出了哥德威隊 然後等一下無政府狀態喔 但是現在在升帝王時代的關係 暫時沒有辦法轉出太大量兵 好 但條盾左邊開始穩住了 印度斯坦這裡應該可以再繼續回農一下 反正是綠色這裡 打打人可能也要回農一下 不能再繼續開打 這裡有開始回農 哥德家裡開始用哥德威隊反擊了 這些騎士回去 應該是守住家裡的問題了 但是他的外加呢 基本上已經沒呼吸了 反彈 法蘭克這邊也開出了3TC 打敗印加之後開始回農 好 戰鬥技師的問題終於解掉了 剩下兩隻而已了 好 亞美尼亞人這邊分數衝到第一名 6400分 這邊進攻分數很高啊 但經濟不知道撐不撐得上 這是比較少見的亞美尼亞黑森林 戰鬥技師配衝車的快攻 相當少見 好 左邊出了一個戰像 裝甲戰像 不要這個城門 條盾把這些領地拿回來了 中國也開始逐漸回農 他可能還是要轉一下自己的特色兵種 中國蓮奴 但條盾有重頭 所以中國蓮奴可能不是非常優秀的選項 但如果轉中裝騎士的話 又打不贏對方的帝王臥鎖 所以中國這邊只能打的東西 就只有 中國蓮奴了 我想應該是這樣 不然就是轉這個大紅車 但大紅車又會被投資車給砸爛 所以中國這邊打什麼都不太好打 好 這裡補了一根城堡 好 那條盾這邊是 也要來點帝王時代了嗎 看起來沒有辦法 農田還差很多 現在目前是 黃 這個下方 四家都已經點帝王了 目前兩邊的內家 都帝王時代也都升了上去 巴南斯跟高敏 條根跟高敏都還在城堡時代 高敏更慘 風電時代而已 高敏基本上已經是沒有了呼吸 高敏還有村民嗎 還有在後面 高敏補開了一個新的城堡中心 3TC 準備要開農嗎 現在是單TC開農 還在風電時代也 不能3TC 他真的太慘了 好 那哥德這邊要1打2 左邊應該是正常的2打2 好 哥德開始往前補 軍營還有火槍 射箭場開始轉火槍 然後後面補下了城堡 可能要再補風塵七之道所轉火炮 火炮有出來了 OK 哥德該打團戰的東西都有出來 中國開始被壓制了回去 他拿這裡一堆馬弓 帝王這個駱駝直接往前壓 但是被槍斃給戳爛 好 這邊中國果然展出了中國連弩 但投石車的問題要怎麼解呢 只能靠隊友了 好 中間的部分也有開始有動作了 城堡開始往前補了 下去 哥德已經打破了這個破口 空間這根佔強化教堂 大概可能也要被打掉了 好 追射手機 拆除 強化教堂 好 後面城堡 架起來 好 前方的複合弓箭手 終於出現了 哇 複合弓箭手打 哥德衛隊應該是輕輕鬆鬆啊 最近他可以無視對方裝甲進行攻擊了 穿甲劍 來看一下哥德衛隊會不會被被秒殺 但火槍有這個射程的優勢喔 好 火炮 查一下 好 亞美尼亞這邊用複合弓箭手直接平A 點掉了火炮跟一些火槍 這裡射擊掉了一些單位 右邊城堡還在修理 看可不可以夾了久一點 現在凡恩客人 翼龍時代 化學有研發了嗎 要趕快轉火炮出來喔 去反擊巨頭才行 好 右邊士忌趕快補 也要跑貿易了 哇 這裡怎麼會有少量騎士在騷擾 這裡難道有野馬舅嗎 哥德加里這一隻騎士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好 中間印度斯坦開始攻破城門 但是達達這裡趕快修建新的城牆 下方這裡達達人也在繼續進攻當中 好多人這邊經濟也開始朝轉起來 左邊這個城堡也順利拆除了 用火炮拆除剩下的巨型投司機 開一炮應該就可以搞定了 還有台炮 好 回到右邊戰場 哥德一挑二 有料嗎 對方有法蘭克跟亞美尼亞 這兩個都對哥德來說不是很好打 而且192有效已經升級上去了 哥德能夠挺得住兩家的出關嗎 哇 這完全是哥德天敵阿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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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蘭克直接硬騎 可以 火槍努力擋 槍兵一戰 但是他可是哥德人 有這個士氣灌入 緊噴 怕說回來為什麼士氣灌入會翻一層緊噴阿 緊噴到底是什麼意思 到現在還是搞不懂 好 這邊終於點完了 現在哥德的均勻生產效率又提升100% 槍兵生產速度非常快 這裡可能是哥德的主戰場嗎 一個人擋兩家 而且是210人口 多這10人口能不能發揮最大的價值呢 現在哥德是有點見底 木頭很多 但是如果基本上快沒有 這隻游俠還在砍 砍了20屍的村民 好爽 一直砍一直爽耶 哥德沒有發現自己肉很少的原因嗎 就是那一頭游俠 砍爛了 哇靠那隻游俠真的是MVP 好可我們來看這個游俠 到時候才會消失了 現在哥德有點結局潰敗 雖然有士氣灌注 但是肉剛剛被那隻游俠砍到缺肉了 中國聯盟這裡是搭配了大型箭塔嗎 大型箭塔也被擊退回去 中國的大型箭塔血量很多 3000多滴血 所以用這個箭塔來拖一些時間 確實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右邊附了攻擊手搭配游俠 好煩 補了一些巨銀在後面 補防守 這裡是我們再補一下 哥德這邊的木頭也全部消耗完畢 農田補到54片田 好印度斯坦中間開始入侵進去了 這個城堡應該是修復回來3巨頭 4巨頭 沒了 OK 城堡攻破 法安克跟復活攻擊手又可以再次往前了 斯斯妹 192游俠 配上亞美尼亞 哥德怎麼擋呢 這裡比較關鍵喔 左邊還在交戰 先看一下右邊這裡 只要哥德守不住隨時都會打出GG 這一波有機會守下來嗎 192游俠配上復合弓箭手 打一家的哥德 而且貿易線基本上已經被控制住了 開始有貿易速度被打了 OK 火炮在後面想要秀操作 但是被巨頭司機打掉了一台 這次來開殘血的火炮 合理盤擊回去 有機會嗎 哥德硬夾擊 槍兵上去戳 戳掉非常多的遊俠 這裡轉出一些哥德衛隊 但哥德衛隊完全扛不住弓箭手傷害 遇到復合弓箭手 哥德衛隊只能吃憋啊 這邊再繼續拉扯 不太敢直接往前上 看這頭兵沒了 就真的沒了 好 等火炮出來 打個一炮 剪掉了幾隻復合弓箭手 OK 火炮開始輸出了 但是正面的槍兵直接被遊俠給擊破 192遊俠 太扯了 直接吃光 哥德所有的兵力 哥德應該是無力回天了 好 那下方中國聯武完全守住了隊友的防線 中國聯武這邊非常的優秀 擋住了 對手打出了聚聚 哇 中國這邊最後是用中國聯武擋下了對方的入侵 這邊有這個大量的清查 在這裡防守 左邊就是守得還不錯 而且用大型劍塔 確實撐住了蠻多的進攻時間 右邊直接殺進去 哥德完全擋不住兩架進攻 而且還是被counter的狀態 後面的高密也是沒有辦法 即時回農就到隊友 只能選擇打出了GG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 拜拜